大家好 今天我跟大家 讲这个 我们如何 能够 做到连续稳定的回报 这样一个过程 今天我们是 第三课 因为前面我们讲了 大家都知道 这个投资 是非常 有风险的 对吧 所以大家都 比较害怕 其实 不是人们想象那样 因为 这个大家都是被洗脑了 对吧 就是告诉你 我要 这个投资 对吧 所以的话呢 大家都比较 就是害怕 就是跟我以前一样的 以前的时候呢 我也是很害怕投资的 因为 好不容易赚的钱都被人家就赚去了 是吧 然后呢 但是呢 根据我的经验的话呢 这个 投资啊 并不是像人比想象那么 对吧 这个危险或者是有风险 这个风险呢 这个投资有风险呢 其实在 在是有一定的这个 情况下 或者条件下 这是非常危险的 但是呢 如果你按照一定的这个操作呢 这个就没那么风险 那如何操作呢 我现在这个就是要教大家就是说 对吧 就是一个稳健 能够连续稳定的 啊 办法 我经常给大家讲了 我刚开始投资的时候 害怕风险 但是呢 我这都做了几个月 对吧 一年的时候呢 我就发现这个投资并不像人们像 像那么 风险 为什么呢 第一啊 我们首先要知道 你要投资过股 是非常风险 有危险的 对吧 就是风险很大 当然了 你有些像 比方说 你投资这个亚马逊啊 或者是 Amazon 亚马逊啊 Tesla啊 还有很多这些股票 风险确实是很大 但是呢 它的回报也是非常大的 但 这个呢 就是依赖于你的眼光 对吧 或者是胆量 你买了这个亚马逊 20年前 对吧 或者是Tesla 10年前买了不动 也许你就赚到 赚大钱了 但是呢 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是机构 对吧 还有呢 很多长线投资的 就 就做到了 但大多数做交易的人来讲呢 做这种呢 就是 是很难 这个避免这个风险的 所以亏钱的人呢 是比较多的 所以风险呢 就在于 第一啊 你 不能坚持 对吧 赚钱钱 大家都跑了 亏了以后 不跑 最后呢 实在输不了了 然后就跑了 那就风险 这就这么来的 如何避免这个风险呢 我想了一个办法 因为我刚开始的时候 我就是做这个付费基金 对吧 做付费基金呢 其实我是做 付费基金的指数 像美国的500强指数 纳斯达克指数 或者是 刀经指数 当然一般的情况呢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都是喜欢 波动比较大的 那就是 纳斯达克指数 波动比较小一点呢 就是 SP 发现据的 就是 托尔指数 那 再小一点呢 就是 刀经指数 而这些指数呢 就是 其实是非常有规矩的 对吧 就是说你要 一般 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呢 这个指数啊 就是做基金 对吧 每天呢 它是在 波动1%的 这个范围里面 所以呢 我每次就是 赚了1%呢 我就 就把它卖掉 好吗 我今天 赚多少 我就把它卖掉 第二天呢 它又掉的时候 我就把它 买进来 这样的话呢 这个 买来买去 一年 我就赚了 30% 30%以上 那就是 其实是把 每个星期都可以 赚到1% 当时因为是 这么做啊 就是 比较稳 就是比较稳健 并且是连续稳定 所以 投资人呢 就特别的喜欢 啊 就非常的踊跃 这个 就是 加入了我们 我这个队伍 当然 一般的情况下 因为 有30%到50%以上的回报呢 那 投资人都是 非常的 喜欢 啊 但是在 后来这个 就是想的话 我这个办法呢 其实是 不管什么时候 以前是实用 现在也是实用的 对吧 就是大家 但是呢 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 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呢 对市场并不是了解 那我就是 低买高买 对吧 就是掉了 我就买 涨了 我就卖掉 对吧 而现在呢 这个市场呢 比原来呢 是我们的市场呢 要好得多 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说 为什么说好得多呢 原来的时候 我们是要依赖银行 就是像我现在 TD Canada Trust 或者BMO Bank Montreal 这个做呢 它每天做一次 但是呢 它不准频繁交易 第二呢 它这个交易的时候呢 只是一个方向 就是说 你可以 做多 就是掉了 你就买进去 涨了 你就卖掉 但是现在的情况下呢 你知道这个 投资公司吧 我们叫一个 叫ETF ETF呢 就是index fund 就是指数基金 这个指数基金呢 跟Mutual Fund是一样的 但是不一样的时候呢 它就跟股票一样的交易 那波动幅度呢 比股票小 是吧 如果你赚百分之一 你就把它卖掉 涨百分之一 把它买来 买进 当然了 这个呢 是一个比较 简单的一个办法 但现在的情况呢 就是说 现在的情况呢 就是我们可以看这个 就是说 什么拉住图 一天 它拉住图呢 就是一天 赚百分之一的时候 这样说 你把它卖掉 是吧 然后呢 你可以做空 反过来做 然后它又掉百分之一的时候呢 你又把它买进来 这样来回 遮成呢 一个星期呢 可能自小不止 赚百分之 百分之一 我们讲 我讲百分之一呢 因为 讲多的话 被 大家会瞎跑 瞎坏了 因为很多人认为 这个回报率高 百分之一 一个礼拜 一年百分之五十 就是风险高 所以呢 大家都 觉得这个东西不靠谱 对吧 其实呢 是大家 观念的问题 认识问题 根本呢 就是没有这方面的知识 更没有这方面的实践 对吧 所以呢 就认为这个东西呢 是一个 骗人的 我现在呢 就是 公开 透明的 给大家 演示 这百分之一 是多么的 简单 多么的容易 没有人们想象 那么的 风险 然后呢 大家有兴趣呢 你可以加入 我呢 就是每天可以 你可以到我们办公室来 做给你看 我今天怎么样 赚到百分之一了 或者是这个礼拜 怎么赚到百分之一了 这样的话呢 清零实信 就是说 就是比较 你就比较踏实了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 你因为很多人的钱 比较少 对赚百分之一呢 没有什么兴趣 其实呢 你想赚多少 那我们讲的话 如果每个星期赚百分之一 这就是非常高的回报了 对吧 如果呢 如果说 你有兴趣 因为我对这个市场研究了三十多年 我对这个 你每天赚百分之一 我觉得是百分之十 到一百 到几百 这样的工具都有 但是呢 但是呢 只有百分之一这个东西呢 那这 就是 比较安全 比较稳定 比较连续 可以 这个 但是呢 当然我也同时会给大家讲一讲 这个 是他的一些办法 对吧 希望大家 喜欢我们这个节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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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